余生 情多指教和恰似顾人归相继大结局后 4月下旬又上当了多部强当剧 其中杨阳和赵露丝主演的古装剧 且是天下话题不断 全谋谍战剧风起隆袭也备受关注 而谭松韵继锦尼思域后 以职场爱情剧请叫我总监回归 另外还有王俊凯主演的悬疑剧《重生之门》 几位高人气演员角色都引起讨论 以下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10 谭松韵 柠檬 冲第3 洋洋 黑风夕 热度惊人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10 烂木杨子饰演《没有工作的一年》何宇 烂木杨子很会演员 没有工作的一年何宇是个事业心极强的85后 因专注工作而无暇顾及男友 在同一时间丢了男友也丢了工作 他自尊心强 却也脆弱 找工作处处碰壁 依然像只打不死的蟑螂 这角色简直就是众多都会青年的缩影 太有功名了 烂木杨子真的很让人意外 他是网红出神 天生自带喜感 却总能把带有喜剧色彩的角色演出真实感 没有受过专业的演员训练 但演技很稳 角色塑造功力很强 之前参加竞演综艺节目 演员请就位 演技还被陈凯歌几位电影大导演称赞 而《浪母杨子》在没有工作的一年 服装意外引起讨论 每一套都很时髦好看 简直就是微胖女孩的传达典范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9 白宇饰演风起龙溪 荀许 白宇在风起龙溪演的荀许也进榜了 荀许是蜀汉斯文曹靖安司的高级情报人员 家中世代都从事谍报工作 他性格温和 才智过人 身上有着一股书生气 心性单纯善良 寻取顺藤摸瓜 将荀许内部的安全全面升级 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 然而传良的本性 让他无法在风云诡掘的谍战工作中下狠手 而且还被草卫的间谍利用 竟然耐上了草卫隐藏谍者柳莹 班宇在风起龙溪演技 流畅自然 角色与他本人的气质十分贴合 而且他在剧中从头被虐到尾 出场就先被倒挂进水桶 后来表妹遇害 他自己还擦了一条腿 就连最信任的妹夫陈公都骗他 实在是太难了 这部剧全员演技派 热播剧角色指数棒头8 袁冰岩饰演《祝亲好刘灵》 袁冰岩在《祝亲好》演的刘灵 是最近讨论度很高的女主角 刘灵看似刁难又霸倒 百姓形容他目无尊卑 霸男妻女贪图好色 无不无恶不作 堪称是江州第一恶女 但遇到沈宴之后一见钟情 一直撩不诱惑沈宴 鬼灵精怪的郡主不搞事 只搞沈大人 袁冰岩演得又霸又迷人 这位女主的角色设定与众不同 是个桀骜不驯的小作精 而袁冰岩把角色精髓演出来 所以十分出圈讨喜 和他之前在《琉璃》的角色形象截然不同 这是袁冰岩在《琉璃》爆火后 首部回归作品 先前因为和经济公司欢瑞 闹翻一度被冷冻 当时还有一堆黑他的谣言 说他演哭戏靠眼药水 不过我觉得 他在《祝亲好》演得很好呀 哭戏很动人呢 热播剧角色直输榜 TOM7 豆潇饰演梁晨好景知己和肖北辰 梁晨好景知己和肖北辰讨论度颇高 豆潇演得民国霸总满帅的 肖北辰出身军阀世家 是人人闻风丧胆的恶霸三少 性情桀骜不逊 浪荡不及 对于突然其来的妹妹 林航景也不放过 故意各种刁难 各种撩搏 越欺负就越喜欢了 肖北辰虽然表面顽固 心里却十分善良热血 而且极度深情 被网友称为民国版道明寺 豆潇很适合这个角色 虽然被吐槽有点油腻 但还是蛮有魅力的 霸道起来 让人脸红心跳 热播剧角色直输榜TOM6 陈公饰演风起龙溪 陈公 风起龙溪 陈公是蜀汉斯文曹 静恩斯的高级间谍 代号白帝 先附在草位窃取情报 然而这其实只是 他的身份之一 陈公作为一位 潜入敌营多年的间谍 临危不乱 机智勇敢 应变能力极强 面对多种试探 巧妙应对 蛇灿莲花 又八面玲珑 陈坤演的陈公 单单从外形上 就能让人感受到 他的深沉和心悸 尤其是他的每一个眼神 充满着质疑和谨慎 又要掩藏自己的锋芒和身份 重点是他还是个谍中谍 必须说 陈公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 连导演都说 这个角色是地域级难度 不过风起龙溪是 中国央视的收视表现极差 陈坤之前主演的天圣唱歌 也是当年度的收视垫底 所以大家一直吐槽 陈坤扛不起收视率 而又牵扯出 陈坤在天圣唱歌 自带编剧剧组 大概剧本的争议 因此连累到风起龙溪 被狂唱衰 热播剧角色指数棒 TOP5 郑叶成饰演 祝清好沈彦 祝清好沈彦 人气超级高 许多人追了这部剧 才发现郑叶成很帅呢 沈彦是锦衣卫千户场 武功高强 让人文风丧胆 性格寡淡冷峻 而闷骚 面对刘灵郡主的霸道辽搏 表面上表示处编不惊 一转身就反过来 对人家下骨 在耳边轻声说一句 我不是你惹得起的人 有俗有异 那眼神会勾人 而且郑叶成好会拍吻戏 屋顶吻 水中吻 每个吻都吻得很深入 剧迷都看得脸红心跳 除此之外 郑叶成在促进好的武打戏 也很帅上热搜 行人流水的动作 加上霸气阴寒的眼神 帅得不像话 郑叶成在剧中的转剑动作 真的是他本人转的窝 之前被粉丝曝光现场路透 他单手拿着剑转来转去 不断练习 光是转剑就帅翻天 郑叶成绝佳的身段 和他从小练京剧有关 他七岁就开始学习京剧 十岁考入山海戏剧学院 附属戏曲学校 正式学习舞生 2010年考入中国戏剧学院 京剧表演班 难怪穿上古装的身姿 这么好看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Top4 赵露丝饰演 且是天下白风西 风西云 赵露丝在且是天下 演的侠女白风西 也金棒了 白风西不止无力之满点 文采更是出众 性格潇洒率性 狂耳如风 知识身份是 东朝青州风国的西云公主 身为白风西的时候 洒脱自在 不拘小节 探吃好玩 身为西云公主时 文中大气 睿智无双 以才情名传天下 白风西和黑风西 并称两大爵士高手 是个设定超十分强大的女主角 不过赵露丝演的侠女 被小小吐槽了一番 主要是觉得她气场不足 没有把白风西 好气霸气演出来 在原著小说里的白风西 可是一登场 就足以震撼全场呢 许多网友都觉得 赵露丝 似乎还是比较适合 演甜萌的角色 我倒是觉得 愿意跨出舒适圈 勇于挑战是很不错的 热播剧决策指数榜Top3 谭松韵饰演 请叫我总监 柠檬 谭松韵在 请叫我总监演的柠檬 实在是太可爱了 柠檬原本是陆继鸣 总秘书 乐观向上 双商极高 善于学习 且任性服强 而且她优小的心理 怀揣着成为 金牌投资人的梦想 那颗梦想 却不断被霸总陆继鸣打压 但坚韧如杂草的柠檬 从不屈服 一路晋升 投资总监 最后和陆继鸣 变成合伙人 真正是 请叫我总监 谭松韵的演技 又可爱又讨喜 其实 请叫我总监 角色设定和剧情 都是老套路 但在谭松韵的演艺下 显得真实自然 让观众一下子 就对柠檬这样的打工人 产生共鸣 许多职场剧 都会沦为 披着职场皮的 角色精髓演出来 一样能好看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 Top2 王俊凯饰演 重生之门 庄文杰 王俊凯在 重生之门演的 庄文杰 一上当就冲绑 庄文杰是个天才大学生 出身于 恶名昭彰的盗窃世家 金族几代 杰是有名的盗贼 也因此 庄文杰能够掌握 各种巧妙的盗窃手法 多年来 庄文杰孤身一人 父母双亡 并极力想摆脱 盗贼后代的枷锁 他携手行政队长罗坚 以过人的智商 突破一件件齐案 王俊凯的演技 似乎又进步了不少呢 虽然不是原生台词 但他的表情演绎 眼神转换都特别不错 许多细微的小情绪 都拿捏得当 真的很不错 热播剧角色指数榜 Top1 杨阳饰演 且是天下 黑风西 风蓝西 天天蟬连冠军的 就是且是天下 黑风西了 黑风西真实身份为 雍州二皇子风蓝西 他化名 黑风西行走江湖 并且是江湖上 第一情报组织 饮泉水泄的主人 他不止武功高强 还功于心计 容貌绝世 赴黑深沉 在雍州 祭皇室 百里室面前示弱 装所体弱多病 隐藏实力 而天下四大公子 他就占了两个名额 因为没人知道 黑风西和风蓝西 是同一人 杨阳的古装 实在是太帅了 只是且是天下 上当后不断被黑 杨阳被说演戏端着 演技拉胯 我倒是觉得 不是演技的问题 主要还是看导演 怎么导戏 而且电视剧里的 黑风西被弱化了 原著小说里的 黑风西是真的心急深重 手段毒辣又阴狠 老实说 我本来很期待 看杨阳眼腹黑一点的角色 剧里不够黑 确实可惜 是 一的